台北市某金融管理机构被员工投诉 疫调匡列有疏失 但是了解9月初这间机构 位在新北市板桥的办公室有员工确诊 结果公司马上将部分的员工 从板桥调回台北总公司 但是这些员工至今都没有被匡列隔离检疫 就跟大家一起上班 让投诉的员工质疑 现在整栋大楼都暴露在染疫的风险当中 而且事后还发现 该机构在这个9月初 接连爆发了两起确诊 而其中一例就是板桥幼儿园群聚案 一名确诊幼童的母亲案16152 以及他的同事16197 不过机构也提出澄清了 当时是调整相关人力 才会把员工从板桥调回台北办公室 而且在调整工作地点的时候 员工经过筛检都是阴性 本土疫情陆续传出多起群聚 后续职场匡列更不能松懈 却有公司的防疫配套引发争议 台北市某金融机构9月初爆出旗下员工确诊 但是公司的疫调方式被员工投诉有所疏漏 根据了解员工在板桥办公室办公 9月初被验出阳性确诊 结果公司在当天把部分员工迁回到台北总公司 让这些员工至今都没被匡列检疫 等于让北市总公司卫储的综合办公大楼 都暴露在风险之中 该机构目前为止出现两例确诊 旧市板桥幼儿园群职案确诊幼童的母亲案16152 以及她的接触者同事案16197 陈志中强调有进行疫调 面对员工质疑公司指出细节和投诉内容不符 公司因应人力调度才在8月底进行人力调整 把员工从板桥调回到台北办公室 而且员工在调整工作地点时 经过筛检都是阴性才会进行调整 过程一切按照防疫规定 主管单位如果对疫调没有隐瞒事实 欺瞒的情况 那也没有什么的开罚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 在疫调里面诚实以对 喊话希望机构诚实以对 毕竟出现确诊者落实匡列隔离 也是阻断传播链的关键要素 这次收商三台北报道